《大陸的大陸的大陸的大陸》 《大陸的大陸的大陸的大陸》 《大陸的大陸的大陸》 剛才看見那塊塊,真是不錯 如果高東方便, 將來如果變境最高, 也一定是最老的地方 我們怎麼去找到的? 把那塊塊買下來 然後,公司來丟臉,開玩 將來在李淳,相當客觀 女君,這邊做得很好 快就可以找到這麼漂亮的地方 大哥,這怎麼有什麼? 我現在怎麼有時間來這裡看這家家家? 都是文雍做功課, 跟我們補一塊好地 是啊 做得很好 我們這件事,說定了 你們兩個要記得,越快越好 等了,我知道了 來 你倆有錢嗎? 沒有啦,我還要出門, 早餐也沒錢 這樣嗎? 我現在招待了,要休息了 沒錢,一間一家, 我們吃一家再回來 好,來 大哥,你別人抽六錢 這小塊給我改就好 來 老闆,老闆 老闆,我買麻醬麵 大哥,你要吃什麼? 沒有了 你要吃什麼東西 我吃醉就好 要吃幾顆 10顆 10顆 醉醉10顆 沒有了 還是沒有醉醉還是怎樣 還不說話 還不說你是黑狗 沒有可能是黑狗 黑狗是聽不懂 他現在聽不懂 不然是感冒還是燒香 老闆 還有一個沒點 這個我看起來 那個體型 哪含健康不一樣 喂喂喂 你在做什麼 你做這些人怎麼這麼無無優勝 我告訴你 待會煮外面跟我穿著山 和我吃壞肚子 你的在事 什麼事啊 真是很嫉妒 回來了 回來了 你們幹什麼 看起來要把好欺負是不是 你不是你的側頭啊 你的 你的 你的衣服嗎 我說嘛 我怎麼覺得突然這個空隙變得這麼的糟 原來有個不孝子來到這兒了 怪不得這整個空隙都變得好差 我說你們啊 快點滾啊 我們這裡啊什麼都賣 就是不賣給你們 你這個不孝子 虧你媽小時候就這麼疼愛你 把你當手心肉一樣愛護著你 結果呢 你現在長大了是不是 翅膀硬了 當她是個包袱啊 你媽在你那兒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委屈跟難堪啊 我說嘛 現在年輕人真是的狂妄要囂張的 你這個小嫂妄啊 是她來的屁股 這不是你們對男人的態度嗎 我告訴你 我就是賣賞 你們是賣賞 你們是賣賞 我會把鞋子吃給你們做夢 怎樣啊 誰怕誰啊 我不賣就不賣 怎麼樣 你咬我 你咬我啊 好…有話慢慢說 有話慢慢說 好 你們要吃什麼 我來做 我來做 她覺得就是 這次是被人騎手做的 是付出的產頭 這樣我們已經保留下的事 就是她的條件 那是讓她一起出國 來…等 你這個不嚇死啊 你這麼趕快自信啊 你會否有報應啊 你在发什么呆啊 你人都走啦 不 不是 刚刚那个人 奇怪 我刚刚看着我 好像有点紧张 什么都不吃 就这么走了 有问题 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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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家了 秦峰 秦峰 来来来 跑就要来啦 好 来来 坐下休息一下 好 怎么样 受到惊吓了吧 你放心啦 这 这小子啊 昨晚一天会改过自新的 他一定会怀孕你这个妈妈的 好 我总算回到家了 因为这么多事 要是自己的家 好 让人这种 舒适 安心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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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既然这么怕命 替我病 谢谢你 我身为一个律师 帮我的委托人辩护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今天来这边 是关于案情 有几个疑点想要理清 所以麻烦你 可以把案发当时 你有听到 或是看到任何细节 照实的跟我说吗 根据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有几个疑点 包括毒药的疑点 警方发现 有在两个地方 查到毒药的残留物 一个是在鱼缸 另外一个 是在被害人的酒杯当中 我认为 如果真的要毒杀一个人 应该在第一次喝酒的时候 就可以下毒了 没有必要等到第二次 把人绑起来的时候才下毒 而经过监制小组的 检验结果 我们发现 在鱼缸里面跟酒杯里面 是两种不同的毒药 在鱼缸里面的是农药 而在酒杯里面的是氢化物 我也认为 如果真的要下毒 分成两种毒药 也太多余了吧 而且当时你有陈述 在案发当天 有停电的状况 是吗 是啊 那个时候 开始有停电过 我去现场 去后边电器开关 我认为 犯人应该就在这个时候 偷偷潜入你家 下毒的 不过从现场看起来 你们家后面的电源开关 到客厅的距离 非常地近 当时 你有没有听到客厅里 有任何奇怪的声音 没有呢 我什么都没听到 真的都没听到 不过 为你去后边 到回来的时间 差不多百分钟而已 可以在那里的时间来 在那家里 下毒 又离开 我想 这个人 一定是你的学人 不过你跟我说过 有你们家里面收拾的人 只有你 跟王生怡而已 那那些人 是怎么进去的 我真不知道 收拾 可是我跟欣雲有 我想到家 还有什么人给收拾 我也是都想乱无 不要紧 我今天 电门到这么好 后面开门的时候 我会再去面 请干擾 再一次就为了王爱华 可是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到底是谁 可以在这么准确的地方 我的时间内 进入屋子里下毒 就快要开庭了 我还找不到证据 怎么办 小莹 静 怎么会来 我带蛋糕来 吃鞋下刀 好 走 来 来 蛋糕也 来 小莹来 谢谢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阿姨 案子不顺利 我刚去找过你阿姨 我明明就知道 在停电的时候 有人寄去你们屋子里面下毒 可是她跟我说 她真的没有感受到任何可疑的人 跑到你们家 真的很奇怪 那这些画面呢 警方难道没有掉这些画面来看吗 有啊 可是警方说 案发的前跟后 画面都是一片漆黑 看不到任何可疑的人 是 小莹 我想警方 应该没有掉前天 或是大前天的 监视器揭露来看 不如 我们去找看看 好不好 小妹妹 麻烦你 我想看一下 杀人案件 前一天的监视器画面 你说 独照太人的案件是吗 是 当初 警方也有来调查过 但是 监视器的画面 都一片漆黑 你们怎么查 都查不出结果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警方有来查过 但是 我们想要看的是 真是刚会的病 好 麻烦你 杰姨 你看 那个女人 跟那个好像水电工的人 他们两个好像很可疑 小莹 她手上拿的那个是 针孔摄影机吗 我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在现场 装有针孔摄影机 然后 准确地抓断电时间 再潜入下毒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样子的案件 一个人不可能做得到 这两个人 很有可能是领应外合 阿伯 这两个人 你有看过吗 没有看过 对 妹妹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再稍微 往后再放一点 所以 你看 画面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人在窃窃思雨 这个画面 应该对爱华阿姨很有利 一集 后继续